在茫茫人海相遇,多不容易,在亿万人中相遇,更多神奇,所以且行且珍惜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禅世界,所与四大独,碰不得,这四独指的是啥,很常见,却招惹不得。 点的订阅,共同感悟。 家和万事兴,集体和和,和睦相处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和不懈追求。 为了实现这一点,在中国古代积累了众多的民俗、传统、文化知识,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应该注意的生活经验。 农村生活尤其注重防范一些不良习惯,病痛、忧虑离我们不远。 在我们生活中,时时刻刻都需要提醒自己,要保持警醒,特别是在与人相处时应被加留意,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 有一句常见的俗语说,四大独,碰不得,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,具体指的是哪四种毒物。 那么,到底是哪四毒呢?他们又有哪些危害之处呢? 后娘心 在过去的社会中,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,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。 而男性如果家庭条件允许,常常会拥有多个妻子,尤其是当他们的原配妻子去世后,再娶一个女人成为新妻子更是常见。 这样男人可能过得很潇洒、快活,但他们的孩子们却常常要面对艰难的生活。 人们常说母平子贵,在过去这句话,确实有一定的道理。 无论是在普通百姓家,还是在皇宫贵族中,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爱和保护是无可替代的。 一旦母亲不在了,孩子们就失去了坚实的依靠,尤其是在家庭中不受欢迎的孩子,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。 在古代家庭中,由于成员众多,孩子们在没有母亲的保护下很容易受到欺负,尤其是当父亲再娶之后,孩子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 因为后娶的女人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,想要在将来多分得一些家产,于是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虐待其他孩子,甚至是想把他们赶出家门。 这种行为充分暴露了后娘的残忍和歹毒。 然而,时代在进步,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,现在,很多后娘对待孩子还是比较不错的,甚至有些还会视如己出。 婆婆嘴 这里的婆婆嘴可不是指自己的婆婆嘴巴很挑剔,而是指农村的长蛇妇。 在以前的农村,由于交通十分不便,人们很少远行。 因此,邻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就变得非常频繁。 特别有一些喜欢议论别人家的家长里短的人,他们常常会捕风捉影,把本来不存在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,好像他们亲眼看到了一样,这些人口口相传,一传十,十传百,很快就成为了广为流传的谣言。 更糟糕的是,大多数听到这些谣言的人并不会去考证他们的真实性,而是选择相信并继续传播。 他们添油加醋,把原本平淡无奇的事情说得会声会色,仿佛亲眼所见,这些谣言不仅会败坏别人的名声,而且还会让人受到无形的伤害。 由于大多数村民都比较信任他们,这些谣言往往会被信以为真,然后,这些谣言又会在村民之间迅速传播,最终给受害人带来极大的困扰和伤害,有时候,这些谣言甚至会影响到受害人的人生轨迹,让他们遭受不白之冤。 正如那句俗话所说,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那些喜欢闲聊,搬弄是非的人往往并不在乎事情的真相,只顾自己说得痛快,他们可能会用一些看似无害的闲话来博取别人的信任和关注。 一旦被这样的人盯上,生活就会不得安宁。 穿堂风 老话说,得好睡觉莫睡相,最独穿堂风,这也是老祖宗的忠告,告诉我们,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凉快,尤其是不能再有穿堂风吃过的地方睡觉。 所谓穿堂风,指的是房间中间缺乏隔断或通风设施不良,导致冷风直接从前门吹到后门,形成一种冷风流动的现象。 在房屋设计时,如果门窗相对,或者窗户与窗户相对,就很容易形成穿堂风,穿堂风在某些时候会让人感觉舒适。 然而,穿堂风并非全然好处,特别是在人们睡眠期间,身体的抵抗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会相对降低。 此时,如果长时间受到穿堂风的直接吹洗,身体就可能受到伤害,常见的问题包括腰酸腿疼,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感冒、头痛等健康问题。 此外,还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吹过的风力过大,老式的房屋结构,如使用损某结构建造的房屋,可能会因为无法承受大风的力量而发生倒塌。 这不仅会导致财务损失,更危险的是可能会砸伤房屋内的人。 因此,古人在建造房屋时都会尽量避免形成穿堂风,而在睡眠等需要保护身体的时候。 更会避免处在穿堂风的影响下。 然而,在现代医学观点中,并非所有的穿堂风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 适当的通风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清新,有利于预防细菌滋生和呼吸道疾病。 因此,在实际情况中,并非所有的穿堂风都应该被视为毒。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和处理,保持适度的通风和温暖的居住环境对于健康至关重要。 桥新水 在农村建设中,桥梁中央的水被称为桥新水。 然而,这样的水并非没有危险。 一些河流或溪流中,桥梁下方的水流可能异常湍急,并具有很强的冲击力。 对于那些没有足够游泳能力或缺乏适当安全设施的人来说,进入这样的水流可能会导致溺水或受伤,尤其是在农村的夏季。 许多成年人和儿童喜欢在河里游泳降温,这就会造成很多安全隐患。 此外,在桥梁下方的水域中也存在其他安全隐患,首先是深度不均匀问题,这意味着水域的深浅会有所不同。 如果没有了解到这一点,并且没有适当的标志或警示,跳入这样的水域可能会发生意外事故。 其次,在桥梁下方的水域中还可能存在隐蔽的底部障碍物,比如岩石、树枝、沉积物等。 这些障碍物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,尤其是在湍急的水流中,一不小心撞到这些障碍物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。 另外,还要注意桥梁下方水质问题,有些地区桥梁下方的水质可能受到污染,含有细菌、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,接触或摄入这样的污染水源可能对健康造成风险。 因此,在享受桥心水带来的乐趣时,我们也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,比如,可以穿着救生衣进行游泳,这样即使不慎落水也能保持福利。 对于锤吊爱好者来说,使用合适的吊具和安全绳索也是必不可少的。 在农村桥梁中央享受桥心水带来的乐趣之前,我们必须牢记个人安全至关重要,只有保护好自己的安全,才能更好地享受这片美丽而宁静的水域所带来的愉悦与放松。 以上四大读,碰不得之说,都是中国古代农村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之谈。 尽管现代的社会生活有所变更,但是很多传统的民俗、文化、生活习惯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。 后娘心、婆婆嘴、穿堂风、桥心水是我们生活中需要警惕的问题,只有我们时刻保持警醒、引以为戒,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与幸福。